莫德纳公司表示,在历经3200多位12到17岁青少年的二期临床实验之后,结果发现防范病毒的效率非常高。 不只因为青少年本身患病率就比较低,且这里指的疫苗效率主要是针对轻症患者而非重症病患。 另外,青少年不论接种第一剂或第二剂疫苗之后也都没有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 值得一提的是,莫德纳公司已经开始筹备要在5月底之前提交更多更新的成人新冠疫苗实验数据,给联邦食品及药物管理局申请完全批准。 而在这之后,还有一项特别针对6个月到11岁的儿童新冠疫苗实验也已经在4月初展开。 至于公司下半年的研究方向,莫德纳公司强调是有关于新冠疫苗第三剂加强针的研发, 且已经首次用在南非和巴西变种病毒的相关研究上,并且得到非常好的免疫反应。 东西文团队,洛杉矶报导。 中文 Stitch 紫团队,洛杉矶 abort 设断